奇妙 奇妙是不可思议 无法想象 集结是快速 八万四千发门 无量发门 没有比这个发门更快的 没有比这个发门更稳当的 没有一个发门比这个更可靠的 我们都捧上了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我不是上上根 上上根一文就明白了 他就接受了 你看我遇到佛法 从这些入门 费了二十年的时间 才接受净土 不是不知道啊 一入门就知道有净土法门了 对净土不相信啊 李老师 送过映光大使四本书 文朝 正级上下念词 续级上下念词 六十年前 台湾 映光大使文朝 只有正学念词四本 老师 老师要我读 我把这四本读了一遍 对净土不排斥了 对净土很尊重 也很感动 但是没有意思 态度改变了 以前带的有一点排斥 轻视 改变态度 没法兴许 学习还是在大臣经论 心目当中非常向往的 华音发华 愣音波弱 大致度论 于切似的论 就大论了 向往这些东西 这也是好思 没有这个快速 没有这个方便 没有这个文档 换一句话说 那是走弯路 这是凑直路 总算是 佛菩萨加持 我讲华音经 讲了一半 突然起了个念头 文书复协修什么法门 善财同志 修什么法门 其实 五十三禅 我讲了一半了 没发现 善财同志 修净土 没发现 你就想到 心出之列 讲过都没发现 讲过应该发现了 讲过没发现 没注意到 这种事情很多 多少人 讲了一遍 讲多少遍 没发现 大师之菩萨 是特别的 法门 没发现 观音菩萨 发现 只是以为 观音菩萨 耳根源同 是特别法门 大师之念佛 修和了 我论言也讲了好多遍 也没发现 是胡伦腾 早讲过去的 而是被一个 日本的法师 这个法师 是大学教授 在台湾 台湾大学的 科技教授 当时有四个同学 陪他来访问我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也是带了很轻慢的 课问 他问我学什么 我说我现在正在学 论言 跟吕老师学论言 他说你修什么 我说我修念佛法门 他非常好像压抑 论言菩萨跟 净土有什么关系 他的一问 把我的注意力提醒 因为他也学过 论言菩萨 我提出个问题 观世音菩萨 与净土法门 有什么关系 立刻就想到 大师智菩萨 一发现的时候 论言菩萨讲的 两个特别法门 特别法门 不按照次序派的 那就是特别的 按照顺序派的 是普通的 他的顺序 是六根 六尘 六十七大 深按这个顺序 观世音菩萨 是六根里面的 一言根 这个耳根 眼根是第一 耳根第二 所以从第二个位置 一下拉到最后 这个太明显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 大师智菩萨 也没有按照顺序派 大师智菩萨 按照顺序派 他是最末 最末尾的第三个 二十五嘛 他是二十三 二十四 是弥勒菩萨 他跟弥勒菩萨 换了个位置 所以他就不明显 因为就换一个位置 所以实际上 内音经上讲 特别发文是两个 不是一个 我就马上就想起 这段事情 我就回答他 他都没话说了 观音实质 是西方三神 这一问问出来了 观世音菩萨 是其 我们 娑婆世界 终身的根基 大师智菩萨 念佛源通常 是其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终身的根基 不一样 所以是 奇妙 极界 莫顾 于是 这个法门不够随